Hello 大家好 我是Emily Ye 今天我们来到了巴黎的Golden Triangle 也就是俗话上说到的购物的金三角 文明世界的湘血利舍大街 蒙田大街 我们在黄苏尔铺灭大街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卡迪亚的旗舰店 那今天要跟大家首先来鉴赏的是卡迪亚最有名的标识系列 叫做豹子 La Bande Terre 这些作品呢 其实每次看到的时候 我又要有一个小心情 就是好美好美好美 其实用好美来解释 真的是词穷 是因为整个美洲豹的系列呢 用法语来讲 叫做La Bande Terre 为什么 为什么它存在了一百多年 它仍然是卡迪亚高级珠宝的标志 那首先呢 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14年的时候 它只是以白色和黑色的斑点的纹 出现在卡迪亚的一款女士的手表上 随即到1917年的时候 生动的图形就出现在卡迪亚的高级珠宝作品里了 那说到整个系列呢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强人 是不可以错过的 她的名字叫做双杜桑 在当时的年代 她是卡迪亚的高级珠宝的艺术总监 她以我行我素 非常独立的人格 收到大家的欢迎 并且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爱好 是狩猎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朋友们 都给她一个绰号 叫做La Bande Terre 可大家要知道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在以男人为主导的法国社会里面 La Bande Terre 美洲豹就是对独立女性的一个识别标识 那整个美洲豹系列呢 它是通过三种表达手法 分别是Naturalist Abstray 还有Stealing 用中文的意思也就是说 第一部分应该是自然主义 也就是如何更好的 还原于美洲豹非常生动的自然形态 第二呢 要用简单的线条来描绘它 第三是结合的前两个 把它的风格做到极致 我用十倍的放大镜 来近距离观赏这件作品 真的是非常微妙微笑 大家能看到整个搞玛瑙座的 斑点的四周围 用金属还模仿了真正的毛发的 这样的一丝一丝的感觉 这是只有卡迪亚的匠心精神 才能做到的 法语叫做Certie Boulage 用中文来说叫做皮毛镶嵌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想找到一个比较优美的词 来解释这一道只有卡迪亚的工艺 但是非常的抱歉 我们现在还是用非常形象的词 让大家更容易更直观的 来理解这项工艺 更独具匠心的是 我们能看到整个豹子的眼睛 是用祖母绿做的 祖母绿的颜色搭配 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寻找这样一对祖母绿 可以对成眼睛非常协调 才能制作完成 卡迪亚的工匠 真的把每一个细节 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因为就像我手上这枚戒指 从豹子的耳朵 鼻子 面部的构造 一直到它的背弓 甚至我一直开玩笑说 大家看一下它的屁股 是不是很性感 整个构造都是非常的完美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 它像是一只 很温顺的小豹子 然后安抚在我的手指尖 现在男生的豹子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能也是我个人的观点 像这个豹子 用法语来解释它是 它用了这个几何整个建筑学的感觉 来设计这样一个镂空的豹子 是不是很霸气呢 当然大家不要被它的外观所迷惑了 或者被它的外观所吓到了 其实它的整个镶嵌和借托 是非常非常轻硬的 同样在这个系列里 我们有黄金的和白金的全镂空作品 但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在白金跟黄金18K金的镶嵌里面 大家仔细看这个豹子的眼神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用沙幅来石榴石做的 而在高阶和中阶珠宝的选择里面 我们用的石头全部是足木绿 这是一个价值的区别 也是跟它的材质相匹配的 一个好的珠宝品牌 它永远从各个方面各个维度 考虑到了女生不同时刻的佩戴 那像这一套 我们仍然能看到豹子头的元素 加上小段的豹子身上的纹路 加上这些小的法语招蹦蹦 也就是我们中文说的碎碎 大家有没有看到它 这个金色的球球特别闪失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颗球球上面都镶嵌了钻石 给平时的佩戴多了很多俏皮的感觉 这一套真的是我的心头好 你可以平时只戴戒指 只戴耳环或者是随意地搭配 都会显着非常的活跃 但通过豹子的元素 我们仍然知道这是卡地亚的作品 关注Emily Ye 带你领略世界顶级珠宝万表